这在我们有神奇的作用 我们寻找的人有爱人 有恩人 有亲人 有的时候找得到 有的时候媒体并不是万能的 这次我们还真没找到 还继续找 继续找 我真的不会唤醒 两年 它要么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状态 不可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 因为它毕竟是成年人 如果是属于流离失所的状态的话 它肯定早就回家了 或者早就露面了 当然还有一种我们无法面对的 就是有可能不在 但是我关心的是现在 你家庭生活当中的人 你们这些人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非常重要 从他走以后 老伴的眼睛也哭瞎了 现在呆重病了 大女儿为了找他 出来却过死了 大女儿为了找弟弟 对 出来却过死了 就整个家都乱了 对 在何文化失踪后 母亲终日痛哭不止 导致双母失明 大女儿二女儿为寻找弟弟 在父亲要求下相继辞职 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大女儿在当地寻找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当场死亡 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孤苦无疑 二女儿卖房卖物 跑遍全国 家财散尽 这个本来完整的家庭 为了寻找儿子 已经支离破碎 陷入绝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何清中仍然坚持 不遗余力继续寻找 今天何清中的家人 在未见到何文化的情况下 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对父亲何清中 大声说出自己心中 以无力承担的痛苦